在過去兩年間 署名孔甲己的博主 曾相繼推出PK央視春晚的孔氏春晚 日前2015年孔氏春晚又再度出爐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再次成為節目中的惡搞對象 同時 網絡上還熱傳了一組惡搞江澤民的卡通圖片 有分析認為 中國民眾這麼高調的表達 對江澤民的厭惡還有憎恨 說明江氏集團已經完全失去民心 目前 網絡上熱傳的2015年孔氏春晚 共有15個節目 都是過去一年內 大陸各地發生的時政新聞或社會新聞事件 如東莞掃黃 昆明站砍人 央視瑞成岡事件 北京霧霾以及香港雨傘運動等等 節目中的開場歌舞《俺的中國夢》演唱者是劉部長 映設已落馬的中共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 半舞是《新紅樓夢》劇組 二人傳《中國人要管》的表演者傅于子 則映設香港明星成龍父子 之前媒體曾報導 劉志軍生活腐化程度令人震驚 朴素女子不計其數 情婦達到兩位數 曾叫嚷《中國人是要管》的香港武打演員成龍 2012年被列入《中國百名人渣榜》 他的兒子房祖明去年因吸毒被拘 此外 小品《你動我事》時表演者郭小姐 映設郭美美洪惠炫富事件 新編歷史劇《連坡老蚁》主演《老江》 映設行江舊木大勢已去的江澤民 《孔氏春晚》的製作者太有才了 節目中文字不多 卻諷刺了很多 一個節目就能讓人讀懂中國 比起長期為中共歌功頌德 愚弄欺騙中國人的央視春晚強多了 央視春晚自1983年開始 就一直占據著中國新年大年夜的電視黃金時間 2011年民間調查顯示 有超過70%的民眾對春晚表示不滿或不看 只有5%的民眾表示滿意 有網民調侃 以後上春晚成丟人的事兒了 罵人變成 你才上春晚呢 你們全家都上春晚 此外 近來各種醜聞頻傳的江澤民 除了今年被孔氏春晚惡搞外 去年孔氏春晚的節目中的史詩劇 《長江滾滾向東方》屁民被喝死豬湯 在一條死豬的圖片下面 出現像青蛙一樣大肚羊躺在水面上的江澤民 除了孔氏春晚對江澤民的惡搞 1月31號新浪微博上熱傳 上海復旦大學登山協會發出的三幅海報 配此分別是不知高到哪裡去 跑得比誰都快 一點人生的經驗 海報中還配上江澤民典型的黑框眼鏡 1月25號和29號擁有82,000多名粉絲的新浪微博用戶 《廈門都市報》更是先後發出一張戴黑框眼鏡的貓的圖片 以及一張江澤民臉部的套用卡通包裝 並戴上具有江澤民特徵的眼鏡 還有一張是江澤民當年教訓香港記者的圖樣突三破圖片 目前名為《廈門都市報》的新浪微博帳戶已被刪除 中國問題法學專家趙遠明分析 中國民眾敢於在網絡上這麼高調地表達 對江澤民的厭惡和憎恨 說明江氏集團已完全失勢 趙遠明分析 結合近來江市官員的不斷落馬 以及最近江綿恆被解除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職務後 在被大陸媒體起底 說明習李當局對江系的圍剿已經延伸到江家大門口